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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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四川成都的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 将他领养到建川博物馆之后给了他一个家 饲养到了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年事一脉 在这里安享天年了 我觉得他这个朱坚强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特别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 他的那种旺盛的生命力给予我们每个人深的希望 那种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朱坚强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感动了无数人 并成为了不抛弃 不放弃的代名词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山之中 地势险要 由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割断了灾区通往外界的交通生命线 通讯也基本中断 5月12号15点 汶川驻军和武警部队就地开展救援 5月12发生之后呢 咱们的馆长樊建川就带领的工作人员 到达了地震灾穴的现场 将地震灾穴的食物 运送回了咱们的馆内 就是为了以此来纪念咱们这些 在地震中越南的同胞 以及记录下来咱们在地震中的一些故事 这个馆它在开馆的时候 它破了一个记录 就是建馆最快的一个博馆 它是在地震之后的一个院内所建起来的 截至2008年9月25日 汶川大地震共计造成了69,227人遇难 1.8万人失踪 破坏的地区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 在建翻之后咱们最好还是跑了桌子几下 可能有一个遮挡物 可能会性别遇难 而且在地震发生之后 咱们最好还是有条件的话 可以先跑到卫生间 因为可能会有水源的一个提供 在紧急情况下 这个水源是可以救命的 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四川甘肃 陕西等省的灾区 直接的经济损失 高达约8500亿元的人民币 进行发生之后 其实包括咱们全国的房屋的抗震等级 也得到了提高 然后包括在一些地震 可能会频发的地方 也修建了这个避难所 并且基本上 像现在咱们中国的学校 基本上每个学期 都会进行抗震救灾的 这个地震的演习 等等的一些这样的活动 来增加大家的这个 关于地震灾害的一个认知 并且在这个进入班之后 怎么采取正确的应急的处理 有影子的地方必有光 这件川博物馆里 总计建筑面积 十万余平方公尺 藏品有一千余万件 博物馆包括了抗战时期 民俗传承 红色年代 抗震救灾四大主题 共有33座的分馆 我们虽然是个民营博物馆 但是我们是国家 一级博物馆 我们跟国务卷 是一个级别的 比如说博物馆的暂停面积 博物馆的涨停的涨停面积 博物馆的非常指标涨停面积 包括我们的产品数量 我们的一级文物 国家一级文物最高级的 文物 普通文物 三级 二级 一级 一级文物达到3664级 现在中国的省一级博物馆 是非常非常地靠前的 充分发挥了建川博物馆的特色 而这里的纪念品是从50年代到2005年的当天报纸 纪念着历史上的今天 也记录着每位来博物馆的有缘人 我觉得他非常具有中国情怀 然后就通过这个博物馆 孩子们他可以了解的很多 就相当于在抗议当中的 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证据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价值 每一次干嘛的感觉 还是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心头感觉到有这些先的 咱们的先辈这些人 特别大 这就是民族的伎俩 为了和平收藏政争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为了安宁收藏灾难 建川博物馆 这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 记录着居隆传人的曾经 也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印记 我想去看看 我们下期见